听个明白 不用了 我是来警告你的 不要再让我听到 有关童小悠的负面新闻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呀 听不懂是不是 这是什么 厂商的回扣 这东西你哪儿来的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只要你再让我听到 有关童小悠的负面新闻 你跟厂商拿回扣的 这些资料 一定会出现在社长的办公室里 相信我 说到做到 陆星成 我告你诽谤 大声一点啊 陆星成在那边 快快快 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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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回应一下最近的新闻 潜规则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陆星成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 我会需要去潜规则一个 平庸的下属吗 那为什么会有相关新闻的出现呢 相关新闻的出现当然是 我为了我的付出而造势 接下来我会以 设计师的身份出现在 时尚村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你的炒作 那你以前指的温惜炒作是怎么回事 潜规则女下属 温惜的绯闻都是我作为设计师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会在夜芒三十周年的庆典上 发表我的全新作品 谢谢大家 我陆星成什么样的美女没见过 我会需要去潜规则一个 美女的下属 相关新闻的出现当然是 我为了我的付出而造势 潜规则女下属 温惜的绯闻都是我作为设计师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会在夜芒三十周年的青年上 发表我的决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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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陆星成说的应该不是真的吧 我先回家了 小悠 我还是回去看看她吧 别别别 让她俩单独谈谈吧 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应该让大家再把注意力回到我身上 这样大家就会停止责怪小悠 然后对外我会说 这一切都是我在操作的 所以 有一个事情希望叔叔阿姨可以帮忙就是 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要让 小悠知道 因为她如果知道的话 她一定不会愿意让我这样做的 那 那这样的话 那你将来怎么办呢 没事的 我们做这行常常遇到这种事情 小璐啊 你该想清楚啊 名誉和口碑一旦失去 就很难挽回了 是啊 不会了 我以前当主编的时候其实也得罪过很多人 倒是小悠 反正我希望 这件事情我赶快可以解决它 然后对你们两位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真的对不起 你也喜欢这件礼服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件衣服 我也很喜欢 相信我妈妈一定也很喜欢 妈妈 这是你做的 是啊 这是我即将参加风尚杯的作品 我也想做出这样的衣服 我也想做出这种 当别人一眼看到 就会感动到流泪的衣服 我可以吗 只要你肯努努 只要你肯努努 一定可以的 我叫童小悠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跟那些记者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不信 所以说你傻 如果我真的是你说的那种平庸的女生 那你干嘛和我走这么近 干嘛还要住到我家里啊 所以我说你傻啊 我再利用你你不明白吗 我不跟你走得近一点 我在医院会有人照顾我吗 我还有地方住吗 那你干嘛要答应我当设计师啊 我没有答应你要当设计师 我本来就要当设计师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那不然要怎样说话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么平庸的人 我是不跟你把话讲清楚一点 你以后一定会参与 这种人我见多了 从我打算要付出之后 我就不想再跟你联络 你听到了没有 让开 反正我就是不信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编的 都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也不信 童小悠 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啊 你真的以为你是八道总裁 会喜欢的那种女生吗 不要做梦了 你别煮我 你也不继续 你不能做梦了 你不继续 你不继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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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